美国俄勒冈州一列运载原油的火车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出轨 露出石油引发大火 大量的黑烟涌上天空 导致一条洲际公路关闭 而附近的一所学校也需要疏散学生 索性事故中无人伤亡 夜明事发时正好驾车经过的目击者表示 幸好当时火车行驶速度不快 否则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 美国联邦铁路局发言人说 已经派遣调查小组前往现场勘察 这起事故也再一次演发 对铁路运输原油安全问题的争议 对铁路运输原油安全问题的争议